多谢尹宗主 所以说 你上这一趟玄都山 到底有何意义 利益面前人心叵测呀 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师兄弟 也可以毫不犹豫将你出卖 齐凤阁自诩正道宗门 交出来的弟子作风 却堪比我魔门 真叫人叹为官职 事处 必有应 远心情偏执 功力心强 凡事都要做到最好 但本性并非坏到极致 他与突厥人合作 绝非只是为了设计我洛雅 可究竟 是为了什么呢 你歇息够了没 歇息够了就来打一场 严总主 我怎么打得过你 上回不是已经试过了吗 打不过也要打 你现在身负两侧残卷 这机缘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我要研究透彻朱阳侧 不可能自己跟自己打 也不可能找雪亭秃驴来练手 打你 就最合适不过了 我功力仅升三成 传了你一人吧 我与玉矮交手时 并未发现他体内有朱阳侧的真情 是 当日是遵命我口头寄送 不准我抄录下来 外人都说 玄都山藏了一圈朱阳侧 但我至今仍不知 它是否真的存在 齐凤阁难道不希望玄都山代代传承 底下弟子各个出息吗 此时我曾问过世尊 他并未作答 朱阳侧这部旷石奇书一出 天下人争相抢夺 凭生杀孽 我想 世尊是既希望导征人的毕生心血 能够流传后世 又不希望流传得太广 所以 做出这样矛盾的决定吧 夫人之人 齐凤阁这人怎么老是这样 当日不将葫芦姑赶尽杀绝 终究给后人留下隐患 他武功干事 心思却优柔寡断 既然如此 何必让玄都山弟子练什么武功 直接改为普通道观 岂非更好 天下无兵 从自己做起 可是 身在红尘 还想安然超脱 想得美 燕祖主 纯水之法 果然名不虚传 该如何应对 玄都山的心法 清静无为 于事无争 欲弱则弱 欲强则强 欲强则强 圆容无碍 天心水明 准复 准央剑军中的 勤心三叠 不错 但 还不够 绝境之中 竟能突破剑气 达到剑翼之境 怪不得齐凤哥 这般看着 进江文学城 梦西石园中 猫儿FM 携手英雄联盟 声罗万象 联合出品 古风武侠广播剧 千秋第五集 这倒没断气 了不得呀 你看你 活得多累 过得多惨 师父死了 连长教位置 也被人抢走 从小一起长大的 师兄弟们 不是背叛了你 就是不认可你 你重判亲离 还身受重伤 一无所有 其实你也可以 不用这么惨 虽我入欢月宗 我会将我 西国的珠阳策 也传授云 到时候三军在手 不管你想夺回 掌教之后 还是想杀了 与害报仇 都不再划想了 你觉得如何 欲爱 害你落下山崖 武功见尸 你不恨他吗 没了武功 连成功和木皮婆 这等漂亮小丑 都敢在你面前帮他 你心中 当真就一点恨意 都没有吗 难道你不想杀了他们 我也可以帮你 为什么不答应 只是一句话而已 只要你张口 我什么都能不能做 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 快云仇不好吗 想杀谁就杀谁 再说是他们先背叛你的 你们又对不起他们 人性本路 没有人能力尽坎坷 而不该本性 你以为你可以 那只是经历的还不够 这里是 是 是 你醒了 燕总组 是出什么事了吗 你生事不轻 昏睡了许多日 所幸有珠阳策珍奇护主心脉 这里是尹州城 我找了一个客栈住宿 来 我帮你上去 不 不 你快瞧瞧 那是哪家的贵人啊 什么都好军巧啊 他怀中抱着他 好像是位狼君 光天化人 二位狼君 里面请 阿乔 你再休养一些时 应该就能搭好了 这院子不错 可不是 不说客栈 就是放眼整个影州城 这小院都是最漂亮的 房间呢 房间也是挺好的 二位这边请 行了 你下去吧 试试 小的先替郎君捐药去 天宗主 这回租的院子 只有一间相逢吗 当然不止 不过院子 是我租的 我爱坐哪儿就坐哪儿 你昏睡数日 一路上都是我在照顾 你不谢谢我 反倒顾左右而言他 这像话吗 还请燕宗主 别作弄我了 怎么能说是作弄呢 不说外的 你知道欢月宗门巷有多少弟子希望我对他们和颜悦色 难得 难得我想对一个人好 对方求都求不来呢 是我无意中得罪了燕宗主吗 若是 沈某再次赔个不是 还请燕宗主大人大量 不要约一个瞎子计较 沈桥呀沈桥 别人都说你老是厚道 我看也未必 有哪个老实人会成天用自己是个瞎子的事来赌别人的嘴呢 你眼睛还是看不见 也许是会密切耗尽真情 现在眼珠还在阴影发烫 不急 从这里去北州还有很长的路程 我们一路上也会坐马车 你可以慢慢休养 去北州 怎么 你不想去 从前燕宗主曾说 我不通俗 不识人心 防止今日下场 若跟着燕宗主 定能学到不少东西 只是这一路 我又要连累你的行程了 你也可以回玄都山 我现在武功不济 有败于昆爷之手 总是回去 有无言面对众人 返回被欲爱下至 倒不如 离得远些 也许还能看明白一些事情 你倒是想得开 都被害成这样了 还无怨无由 那欲爱跟突厥人合作的事 你也不管了 此事大有蹊践 严宗主 想必也看出来了 是我坐井观天 古不自封 没能及时 没能及早发现 哪儿来那么多 有感而放 一力降实惠 这些人敢背叛 统统宰了便是 难不成你弄清 他的用意 还要去谅解他 照你这样说 欲爱之所以能控制玄渡山 却是我那些师兄弟和长老们默许的 难不成 我都要宰了 就算你将来武功恢复 回去光复长教之位 他们的背叛也会让你如梗在喉 即便你不计前嫌 他们也不会心无戒地 每个人心中皆有恶念 区别只在于做或不做 何必苛责 这么说你心中也有恶念 你的恶念是什么 说给我听听 阿乔 你的恶念是什么 说来听听 我 郎君 要好好了 你 你对我用魅惑之说 这叫魔音射心 幻月宗与何欢宗同源 他们会的 我自然也会 白柔那个小丫头 骗子练得还不到家 你多听几回 以后就不会轻易中招了 这么说 我还得谢谢燕庄主了 不客气 进来 郎君 这是照您写的方子熬好的药 除下还做了一些甜点 您二位先垫垫肚子 等饭点来了 还有另外的饭菜送来 阿乔 你的伤需要调养 喝药配合效果会更好 来 我喂你 别怕 药给你吹凉了 不烫 来 燕庄主 两位请慢用 小的先退下 您有什么吩咐 摇零便是 自己喝吧 燕庄主 方才那个货继 是否身份有益 没有 那为何 怎么 你被喂上眼了 还要本座将剩下半碗 也给你喂完 其实这么一看 你长得也不赖 三宗门下弟子 多连魅蜀 容貌都不差 你若不是成日病泱泱的 倒比他们还剩一场 你有没有听过疲憊啊 那是 什么 技馆里边给客人嘴对嘴 喂酒 就叫疲憊啊 若你想让本座这样 给你喂药 倒也可以 你 别乱 二位郎君 这边有空桌 阿乔 坐这儿 小心脚下 店里有名的 都个来一样 看完阿乔爱吃哪种 是是是 我这就让人传菜 阿良 个一 赶紧的 来 这鱼羹你尝尝 鲜不鲜 多谢尹宗主 你右手边的是胡刨肉 两个断绣的 好不知绣 你管人家做事 我听说 周主有意南下伐尘 此事到底是真是假 小弟难来被忘做生意 丢了户无事小 没了性命失大呀 是啊 是啊 就是可不是嘛 一定是啊 我也听说了 此事十有八九是真的 你们想啊 自打周朝陛下政委以来 历经图治雄心勃勃 如今南方富庶 周弟若想一统江山 肯定是先拿下陈朝啊 可两年前 陈朝可看廉州抗旗呢 我记得院宗主 在周国身居要旨 身守周弟义众 你觉得周国能一同天下吗 当皇帝的历来半斤八两 区别只在于有些能克制自己的欲望 有些不能 或是不想 周国皇帝宇文雍 虽然世杀好战 但他尽佛尽道 也不惜儒家 选择余地就很小 我要统一幻月宗 和欢宗和法境宗 也需他帮忙 宇文是 宇文是 是先卑人 宇文加入中原多年 早已汉化 且国力最强 不论当皇帝 未必比不上南方陈朝 咱们做买卖的 关心的也不过是 哪里打 打不打得起来而已啊 就是啊 依我看 你们猜的都有误 周主若想对外用兵 首选定然不会是陈朝 此话怎讲 世子挑软的你 比起陈朝来 当然是齐国更好拿捏 再退一步 还有突厥呢 突厥 这周国要出路中原 打突厥做事啊 对啊 中原征战不断之时 突厥人同样也在向北扩张 以他们的强恨和野心 若进犯中原 首当其冲的 必是齐周二国 宇文庸若是有违之君 定要解决这个心腹大患 说的是 有道理 对对对 听郎君的口音 莫非是陈朝的 正是 阿乔听他们胡邹做神 喝茶 来 蒸嘴 好吃吗 再来一勺 不冷 不惜 郎君安好 在下收方 拢机人 世代经上 未知是否有人结识 一二啊 何事 这位可是另宠 我愿意二十斤买之 不知阁下 可愿割爱呀 阿乔 阿乔你看 你就算不去混浇湖 单凭一张脸 也能日进斗金 等我把你卖给他 再找机会带你跑路 物色新的买种 不出一个月 咱们就可以在长安 大屋 美币的享受了 周郎君误会了 我并非卵宠 是我唐突了 还请郎君不要介怀 敢问高姓大名 周某是否有幸结识 在下 沈桥 难有桥木之桥 怀柔百神 及何桥月之桥 这个字倒是少见 今日也算不打不相识了 还请沈郎君 不要怪罪周某无礼 待日必登门谢罪 周郎君客气 登门就不闭了 我眼睛不好 奈克唯恐不变 往后若有缘遇上 定要招待周郎君 一杯薄酒 沈郎君客气了 周某还有事 先行告辞 期待日后再会 周郎君走好 阿强 你真不可爱 本来快到手的二十斤 就这样长翅膀飞了 我吃饱了 先回房了 早春娇外花正发 去看了再回来吧 不了 燕宗主自辩吧 我去了也看不到 你整日在房间里 除了发呆还是发呆 本座这是体训你 让你过去散心 走吧 燕宗主 燕宗主请留步 临川学宫门下谢香 见过燕宗主 临川学宫斩子前 燕宗主安好 是陈国 儒家学派的人 你就是汝燕客会 最得意的弟子 不敢当燕宗主谬赞 汝燕宗主 确实是吴师 你是从哪里听出 我在称赞你的 我后面还有一句 不过阿尔没说出口 师弟 谢某奉奉公主之命 送来琴琴 想请燕宗主 五月初五 长安慧阳楼一物 汝燕客会 想要见我 让他自己来便是 摆什么谱 听闻燕宗主武功卓绝 不知谢香可有幸 向燕宗主讨教讨教 你信不信 你连他都打不过 他 燕宗主一代应好 何必自降格局 拿鸾宠来辱我 阿乔 听到没 他在骂你 你就这么忍下来吗 燕宗主 武端托我下水做事 我以为你也想会会他 方才听谢郎君分析时局 在下颇有收获 不知 是否有幸多加指教 多谢夸赞 谢某是命在身 只怕抽不出空闲 你不是想与我交手吗 只要你打得过他 我就和你打 沈某不才 愿向谢郎君讨教一二 好啊 就让你讨教一下 没抓住 再来 人呢 沈柔宗主 你不需要抱 我可以自己走 再乱动 回去就为你疲惫了 想不到燕狼今日 俊美一觉 风采不减 真叫罗家新哲啊 袁秀秀 你想扮仙女 就不要露出一副荡妇表情 我见了我心 你太瘦了 抱着真不舒服 不过手摸着倒还好 秦老夫人 有人托我烧来问候 他让我问你 是否还记得三十多年前 在突厥王庭苦苦等待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我一道第一场游戏 我是你 独泥 像沾染了你 人风窒息如何还无暇干净 泪疼不醒怎会不牢膏白衣 独不懂你 独不懂那些够燎热的恶意 曾未吞噬你怀中温柔天地 你不思绪也不相遇 或许是缘色一语 万事成功也不能忍你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不解的谜 你是不解的谜 我独散千遍你 每一遍我都感觉着明 若恨恨天满我孤懈奉心 只要海雨分寸两波爱意 都用来读你 独散千遍你 明知道解不开这一道谜题 我却还忍不住独散千遍你 独不懂你 独不懂那些够燎热的恶意 曾未吞噬你怀中温柔天地 你不思绪也不相遇 或许是缘色一语 万事成功也不能忍你 街道无情 你对草木人间是那么多情 所以相逢或许愿难分寸许 可我既然诚迷于你 便说你温柔天地 别说这份给我的无情 我第三千遍读你 忽然读到你一句 钟情 你对草木人间是那么多情 你对草木人间是那么多情 再次订阅隐私 你给草木人变得到了 这种 windows